今天好 先來六甲鄉 六甲鄉公署最近作出的民眾 欺負上獎榜售 廖時有這官在上班的時候 翹腳看押皮 獎皮一團出造型後感到不好 六甲鄉長丹川吉特別出面認清 他說這張獎皮 他寄導售書 在2014年 他要不就任進場就已經收到 發生的時間也是在2014年 他就任後 嚴禁鄉公署的這官 在做工作以外的事情 但是鄉公署的這官 過期的行為 開始已經破壞了 鄉公署的行銷 六甲鄉公署裡面 這名努省這官 坦德辦公室沒有其他人的時候 竟然翹腳掛到耳機 一拍優衡主宰在在看押皮 這個押上被人欺負到來 上團到有網路 甚至也說 這名這官 翹米腿看押皮 太爽了了吧 消息一團開 六甲鄉長丹川吉 冠軍出面認清 標示這張獎皮 是發生在2014年 他還沒中心的時候 我就說到 這張檢舉函 內容主控 這個員工上班 翹著二人腿 但是發生的場景 是去年 我上春以後 我就嚴格要求員工 要奉公守法 不能發生這種事情 這張照片 是去年發生的 竟然有有心人士 拿給報社 說今年7月17號發生的 所以對不死的指控 我們內心非常的難過 不死的指控 我希望有這張照片 有這張檢舉信函 在我這裡 希望 不要再不死的指控 這是上班 翹腳看押平 這種行為 其實是發生在 香港所裡面 無論發生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 這種機動 其實已經造成 民眾的觀感不好 下星期請問 中南行 拉高香 彩控播等